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碧晨让他上楼休息 之后还帮华晨宇按摩了下脖子 因为他的颈椎不好 从视频里看两人没有什么暧昧的举动 之前华晨宇录制《歌手》时 杰时杰也曾帮他按摩过颈椎 都是一些比较正常的举动 不知道为什么越传越离谱 最后还有人爆料称华晨宇的孩子是在国外生的 小明就叫佩尔佩尔 但是对华晨宇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 这是他养的猫的名字 还有另外一只猫叫猫尔斯法 所以看到华晨宇堂哥 出来辟谣的时候 还Q了自家猫 配图一张猫的表情包 表示是被迫营业 也是在否认华晨宇 张碧晨疑似 隐婚生子的事情了 也有不少粉丝认为 是张碧晨在炒作 两人的绯闻 从15年开始传到现在 都6年了 华晨宇的公司 也曾多次出来澄清谣言 其实从一开始 传出两人绯闻时 华晨宇的态度 就很明显了 15年华晨宇 张碧晨两人 在录制《唱游天下》里的视频 节目组或是他们其中一方 想要炒CP 然后华晨宇的经纪公司 和经纪人转发 官方微博严肃表示 只允许离华晨宇的音乐 近一点 其他的 统统不约 华晨宇在采访中 也被问到和张碧晨的绯闻 只是惊讶表示 自己没有留意过 而且之后 华晨宇明显有意无意 跟他保持距离 关于3000瓦顶流的瓜 到底是谁 其实也是网友们的猜测 在华晨宇这边否认后 还有网友 调侃称不清不楚的 就一律按照张大大处理 张大大也是太惨了 每次都是被郭霞 网友盘点出的粉丝 3000瓦的明星里 除了华晨宇外 张大大也是 还有邓伦 杜海涛 陈学东 张一山 张汉 彭于晏 马天宇等人 粉丝也是调侃的语气 张大大在第一时间就出来辟谣了 称自己真的不是顶流 这次真的不是他 3000瓦顶流的人很多 就张大大回应了 如果他不说 还真的不知道他的粉丝 已经有3000瓦了呢 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